第一次使用 我們這項顧目是轉角位的弧形單元 有些是類似群排斜出斜入的單元 即是這個叫做Double Curve 無論在生產或是成品檢測方面都有一定的難度 我們在成品製造出來時 我們已經用了 3D Scanning 將整件玻璃成品 scan 一次 接著參數會進入 PIA 模式 對比在哪裏可以調節 如何令成品出得更好 我們做 3D Scan 其實就是在生產很早期的時候 就是為了早些去測試到一些 即是 Out-of-tall 的玻璃 我們在 ITU 之前就已經 scan 了 所以在一個早的概念就已經不得了 第一就是你 reduce 所有的 wasteage 第二就是 100% accuracy in that installation by adopting this technology 這項項目有創造公司內部的 IDE System 例如 Stem 和 IDPD System 無論在生產 運輸 甚至安裝 它都有一個實時的監察 匯報和追蹤 Antasus 也有一套自動化系統 叫做 Antasus Automation System 簡稱 EAS 我們利用這個系統去處理單元件 即使用那些耕圖 出圖 訂購的資訊 大大提高了整確性 減少了人手的誤差 我們會有一些是加強了我們這個 project 的防水性能 你看到圖中有個類似叫做 鵝頭的石屎味 凸出來 在那些位置 因為有石屎味凸出來 我們一般的釣運方法 即垂直那些 基本上不可以在這個形容中不適用 我們設計了這個 C 字形的釣架 怎樣可以令到單元在釣時 不會抹來抹去 即是保持垂直度 其實在CG方面 我們想到 當我們掛了蟲葉方面 CG點基本上都在鵝頭上 令到這個 C 字架 保持一個圓圓圓圓圓圓的垂直的狀態 這真是建造性能力的重要性 是否你用了 parametric design 然後才可以做到這個 沒有 AI 沒得做 我們設計了這個 10-Page 去管死每一個 C 根 令到它保持一個垂直的 3-Stand 即是就算落圓測試 都不會有任何 Semi 的角度去偏差 所以如果這個 Hengar 其實特別加硬了 還有那個 Level 1 做了 4 支 可以調教那個街舞 去溫度落石屍的時候 我肯定到達到我們設計的情緒 如果我們全香港的地盤 都是做了這些設計和安全 這樣的方法 應該沒有盡力 這就是我們要去駕駛 讓我們看見 我們要去做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去做的